台湾资深男星曾国锋 过去曾出演不少经典台剧 包含戏说台湾 台湾起岸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可说是不少人心中的最佳绿叶 而昨日他却传出已经过世 享受83岁的消息 让圈内外亲友都相当错愕 对此ET Today星光云也向他生前好友郭美珠确认 证实他的死讯 据报道指出曾国锋与郭美珠是认识40年以上的挚友 郭美珠受访时也表示 二人曾有过多次合作 甚至是自己制作的戏 曾国锋都会义不容辞的参与演出 不仅是好友也是最佳战友 然而在昨日他却收到曾国锋女儿通知 爸爸走了让他感到惋惜与惊讶 他坦言曾国锋生前很长到家中串门子 过去更曾有一段时间几乎都会在家聊天吃饭 至于上次见面则已经是三个月前 他回忆当时曾国锋的身体看起来还十分硬朗 面色红润 爱开玩笑 即便每周一三五都要到诊所洗肾 但状态并不糟 却没想到才短短几个月 却病重离开 此外郭美珠也表示 曾国锋过世前曾交代儿女 若自己真的离开则要将此事告知演艺工会 因此他在接到好友儿女的电话后 立刻通知相关单位此二号 至于他的后事 家属则希望能低调办理 因此暂时由荣总合作的藏仪社处理 预计会以花葬行事 让他在阳明山上长眠 又有老戏骨离开了 真让人难过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